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您该了解 学会将抱怨转为静音 成熟大人才明白的十个人生现实 慢慢人生路呢 就是有些事情你得要轻声地走过一遭 那实际地遇过,看过,纠缠过 才能够真正明白现实人生的残酷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成熟大人该明白的人生现实 那在实际地进入主题之前呢 一样来分享一间位于西门町的老牌排骨店 叫做金元排骨万年店 它算是分店 然后它地点位于西门町的万年百货的B1 在地今已经超过了50年 那它是创立于1973年 它的主打商品就是排骨饭啊 那它有分为饭跟面 那鸡腿也是一样 那另外还有咖喱鸡腿跟咖喱排骨 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 另外呢,还有各式的小菜你可以自己去拿取 还有榨春卷,榨虾卷,榨豆腐 我这一次去本来想说它有推荐榨春卷 想要点来吃吃看 但,诶,瘦完,所以只能够退而求其次 点了它们家的榨虾卷 意外的非常的好吃 就是它的榨虾卷呢 我个人觉得有惊艳到 它的榨排骨呢,就是水准之上 就是它火候控制的恰到好处 那个肉排外酥 然后里面是蛮多汁的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饭菜的部分 其实就是那种便当菜 但它的酸菜呢 你可以吃到那个台湾传统酸菜的灵魂 我觉得是蛮厉害的 那就再次推荐给你这间叫做 金元排骨万年店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我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我的线动都会发很多 有趣的事 还有些及时新闻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回到今天的主题 学会将抱怨成为精英 成熟大人才明白的人生现实 第一点就是 长得好看 其实也是一种才华 无论你就是认同与否 说实在的长相的优劣呢 他就是很多科学家都已经证实 他是对于工作的录取 升迁 找另一半 或是生活中呢 就是隐藏着各式的隐性的优势 他可能无法真的去量化 或是你就是说 长得多帅才能够有什么的优势 就是长得多美才能够获得很多人的注目 或是他生气的比较容易 但你就是不得不说 你看那个长得相对好看 长得相对漂亮 长得相对帅的人 你就是很像对他就会比较容易有好感 相对有点讲话 应对进退 你就会比较客气 这是人之常情 但你呢 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很不公平啊 凭什么 他们就是脾囊长得好 就可以得到这些所谓的优势 但当你就是年纪健壮 你可能自己有些历练 你可能能力实力上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真的 你不得不说 他们长得好看 可能也在背后花了很多心思 可能在体态上面 有在运动结识 或者是外表的部分 可能保养之外 或是他天生理直之外 他可能有做一些医美手术 或是做各种的努力 这可能是我们 就是外人无法理解的 但他的确是一种才华 你要keep住体态外形交好 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他们能够因此获得一些机会 那说实在的 老天爷可能 在外形这部分 可能没有得到很多的 你的能力没有点在这边 但你可能点在其他地方 那他们可能全部的能力 都点在外形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我觉得 那成人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得比较开 就对于说 他们长得比较好看 其实你可以把它 视为是一种才华 而且你不得不说 有些工作 真的就是很看外表 那即便那些人资 或是像面试的老板 说我们不是很重视外表 我们更看你的能力 但其实actually 你看那个 在看履历的时候 或是面试的时候 你还是很难 不被他影响 而就是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 关于说成熟大人 应该明白的 人生现实 就是二 要怎样的人生呢 请你要自己去抢 你知道以前 你可能20岁以前 你说 我的人生怎么样啊 可能过得不好啊 然后经济状况啊 生活的品质啊 你可以怪罪于你的家人 但是当你成年之后 你已经拥有自己的主控权 不管是你有工作 或是你的生活 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候 你就应该为你的人生 负全责 你想要怎样的人生 就请你要主动出击 去闯 去抢 去想办法赢 不要再说 啊我 那我们家境就不好啊 比如像有钱人啊 我长的就是 你知道我爸妈 生给我的这副皮囊 就是不如别人 就是你还是会找很多的借口 但说实在的 你的人生呢 就得有靠你自己去创造 得靠你自己去争取 而当你成熟了 变成一个大人之后呢 你就能够理解这个现实 而这有第二点 接下来第三点呢 关于成熟大人 明白的人生现实 就是三 没有变 维持一样 其实也是一种退步 这边说的没变 一样不是说外形上面 而是说你的能力 或是你的生活态度 大家都说 滚石不生胎 在这个极度竞争的社会里面 你想要存活下来 纵使你以前可能 啊我年轻的时候苦过来的 我可能经历过很多的 呃成功 或是我的战绩 多么的厉害 但你知道 如果你不懂得 呃与时俱进 做一点调整 觉得有眼像现在 AI这么的盛行 如果你还是维持 你以前一贯的 做出方法 就是我就是不想 用那种东西啊 那种东西你知道 他最后一天就是 会被淘汰 你就是很看不起 这种科技的东西 或是觉得说 你以前的那一套 才是最正确的 你就是讨厌改变 也不想改变 甚至掉入那个 骄傲自满的心态里面 然后这个状况呢 其实久了 它就是一种退步 那当你变成了一个大人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我很像没有在进步的感觉 那个没有进步的感觉 不是说你工作不努力 或是你做事情 就是很拖拉 或是拖延症 而是你发现说 你很像没有在持续的 输入很多的知识 或是你的做事方法 没有与时俱进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像退步 接下来第四点关于说 成熟大人才明白的人生现实呢 就是四 没有永恒的人际关系 这一点真的是要有一点 人生的那时间 你才能够去理解的 在人生路途上啊 你真的是有时候就突然间 在转角跟某个人相遇 但是又在下一个路口 就跟这个人不告而别 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相遇 离别 就是很多人都用一辆列车 作为比喻 你在这辆列车上面 你坐在这上面 有些人就会突然的 上车 然后坐在你旁边 跟你非常的乐络 聊得水乳交融 但又毫无预警的下车 但有些人呢 他可能坐在同一辆车上 你跟他对话不多 但是他可以陪你很久 或是你跟他可能 感情也很好 那这一切的元起元灭 就是他跟你相处的长短 或是那个深刻与否 就是都纯属自然 就是人际关系里面 真的就是会不断的做变化 你跟这个人的好 有可能你跟他一年前是 超级麻吉 超级挚友 可是一年之后呢 感情变淡的 或是每个人的人生 际遇不一样 那你们可能就是因为距离 或是因为一些价值观 信仰的东西不一样 就慢慢的 就疏于联系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就想要紧抓着 你身边的这些人 但当你年纪变大了 你就会了解说 哦 关系就是这样子 有来的时候 也会有去的时候 而这第四点 接下来第五点 关系说 成熟大人才懂得 人生现实呢 这是五 很努力 但却没有收获 是常态 随着你年纪 随着一年一年的变老了 你就是有了历练 你也有过几次的成功 跟失败经验之后呢 你慢慢就会体悟 有些努力 有些事情 任凭你再怎么拼命的 想要得到它 你花费多少的心力 跟时间 如果命运不站在你这边 机会就是永远不来的话呢 你永远就是得不到 这个人事物 你拼尽了你权力 你花费了你所有的积蓄 或者你所有的一切 就是得不到这些东西 所以呢 当你就是有过几次 这样的经验之后呢 你就可以理解说 哦 真的就是 有些东西 你就是努力了之后 就是顺天意了 你就是能够 进人事听天命 如果不是你的 你就是 就是放下 但同理 有些时候呢 你就是完全不在意 就是无心插了 哎 他留成印 就是很难说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 努力这件事情 你真的不一定会得到 对等的回报 这件事情是 唯有你真的实际 去做过几次的尝试 你才会意会得到 而就第五点 接下来第六点 关于说成熟大人 才明白的人生现实呢 就是六 大人的对不起 其实是很廉价的 你有没有发现 你年轻的时候 你要跟别人说 对不起 蛮难的 因为很个性 或是那个面子挂不住 但随着你就是 出了社会 那腰就弯得比较低了 腰感越来越柔软了 那要说出一句 对不起 就可以把这件事情 给 送银啊送去 那或是 然后敷衍了事 或是你像遇到的 一些问题跟阻碍 只要一句对不起 就可以一扫而空 就可以翻页 当作没这回事 那 那 狂讲啊 当然大人们就 狂讲对不起啊 甚至还需要人 就索性说 反正我犯错 没关系 我就说一句对不起 之后再道歉便可 我就是要拿到 这个好处 无关痛痒 又转头 何乐而不为 当然讲到这边 不是提倡大家这样做 而是你就是 人生中遇到 几次的烂人 或是然后烂事 你就意会到 真的有些人的对不起 不管是工作上 生活中 感情里面 他们的对不起 就是感觉 我都已经说对不起了 你就是要接受我这一切啊 我都已经说 那你要我怎么样呢 你懂吗 就是很廉价 对不起 那你也唯有经验过 你才能够明白 那各种滋味 接下来第七点 关系说 成熟大人 才明白的人生现实呢 就是七 成熟呢 就是学会将抱怨 转静音 这件事情 应该蛮多书 都有提到 同样的论点 就是你长大之后呢 你开始发现说 哎 抱怨这件事情呢 是不需要对 外就是大肆的宣扬的 你要学会隐藏 自己的抱怨 就是不要在生活中 有遇到一些 不如意 不顺心的事情呢 就是大肆的找人讲啊 或是一定要找人诉苦啊 取暖啊 你随着年纪变大了之后 你就会懂得 有时候就是要暗自的消化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苦 别人无法感同身受 你讲再多 对他们来说 那都不关我的事情 我可能表面上会 哦 你好可怜哦 你怎么会这么惨 然后陪你骂一下别人 但actually 他们根本不在意 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说 没有影响啊 那就真的是 不用在大张旗鼓的 对外放松 就是当你年纪一见增 你就会懂得 喜怒 不省余色 这件事情是真的 该学起来的技能 你内心再不开心 再不情愿 你也不应该 再去流露出一丝 线索 或者一丝类的怒气 给别人知道 那可能会被人家 抓到把柄 或是让人家察觉 人家会对你有负面的评价 那你当然不希望如此 所以这久之后 也会变得是 大人的一个课题 那就第七点 接下来第八点 公开说 成熟大人 应该明白的人生现实 就是八 讨好 是得不到对方的重视的 因为呢 真正在意你的人呢 就不会轻忽你 他就是 不会这么样的 随意的对待你 那一个大 从心底不在意你的人 这边的不在意呢 可能是 哎 家人哦 朋友之间 工作上面同事 或者感情里面的人 这些人 如果他生的是 打从心底 不在意你的话呢 哪怕你只是 跟他say个hello 问个好 都是一种打扰 更不用讲 讨好这件事情 你可能 你很喜欢这个人 或是你很 希望这一段 哎 友谊可以长存 或是你希望 把这个人 加入你的人脉 清单里面 你可能就会有那种 哎 刻意的 想要示好啊 然后续航温暖啊 但你要去衡量一下 你跟他的频率 是不是在同个 频道上面 如果不是的话呢 过度讨好 或是他根本就 不在意你这个人 你真的是多说一句 他都会觉得你很烦 而这个体悟呢 也是得要你实际 跟别人 也有这样的经验之后 你才能够 真个深刻的明白 接下来第九点 关于说 成熟大人 才明白的人生现实 就是九 人际互动 有钱 才能有底气 讲到这件事 你想说最好是 但我们先讲的是 人脉的维系呢 要不是就是你身上 有某种能力 或才华 对另外一方来说 是有利可图 别人对你是有期待 有需要的 才有可能建立人脉 就之前有说过 蛮多次的 否则 如果你今天没有能力 没有任何对方 需要的才华也好 或是你的这个职务 或是你的身份背景 对他来说 Nothing 他根本就不会想 跟你当朋友 他也不会想跟你 维持所谓的人脉 而且如果你要 跟别人有互动上面 你会觉得 我跟他是在平起 平坐的概念下呢 你至少要有一点点钱 就是才有底气 跟这些人社交 你才不会掉落说 我既没有能力 我又不能够提供 对方需要的才华 或是服务的话呢 你至少要有一点钱 你才有那个底气 可以跟别人就是 你知道 平起平坐 你才不会跟这些人 在应对进退的时候 你会觉得爱人一接 或是你像 哎 我想跟他在一起 都被他买单 或是我想 有一点 就是会有点讨好的心魔 你懂吗 而只有第九点 在人际关系互动里面呢 你真的要多少 有一点钱 才能够跟别人 有那种 哎 我们是对等的感觉 否则你的才华 你的能力 你的服务 无法 对他来说 有需求的话呢 你真的很容易 跟这样的人相处 你就会自我贬低 或者你就会掉落 那种作为的 哎 像我要 多做一点什么 来让他 想跟我当朋友 或者是我今天 如果 哎 我个人觉得 我的钱财的实力 不足的话 很像什么事情 都要给他请客 出去玩 你也会 你也会 喂手喂脚的 这样你也会觉得 哎 像没有办法 跟他当朋友 而只有第九点 接下来第十点 关说 成熟大人 才明白的 人生现实呢 就是十斩断 有害的关系 并非自私 这一点 即便很多 所谓的大人 也是深陷在 这个苦楚之中 就是你可能 基于一个血缘 你们家庭 跟他是亲戚朋友 你跟他 有什么兄弟姐妹 或是他你的父母 他会长期的 请勒你 或是他是你的好朋友 他会用好朋友的名义 来胁迫你 帮他做点事情 或借钱 更不用讲 他有一些人 就是他以前 有帮助过你 但现在 他反过来要求你 更多 或是你一定要帮他 做一件 违法的事情 那你可能会 寄予说 以前他帮过我 我这样子 如果不答应他 很像很过意不去 或是 你家人的情勒 或索取 你不敢说不 你一定是 之前没有跌过脚 当你就是 真的有几次 就是 深陷于这种 就是情勒 或是 你明明知道说 这段关系 对你是有害的 但你就是 隐忍 你就觉得说 不行 我们基于一个 这么好的朋友 我怎么可以 说断就断呢 我这样很没有意气 但你一久 你就是单方面 自己陷入了 非常不甘心 或是 很哀愁 然后就是很焦虑 又觉得说 我就被他情乐的 很不情愿 但是你知道 他跟我就是 有血缘关系 所以我没有办法 说断就断 我跟你说 当你真的 敌过几次交 吃过几次门盔之后 你就会理解到 有一些人 你真的就是 无法跟他 长期维系着 某一种连结 他就是会对你的 身心 就是造成影响 而那影响 可能是很深远的 可能是那种 慢性的折磨的 但当你就是斩断之后 你就自己 跳脱出 那个纠结之后 你就发现说 其实没有这么严重 其实我们就是 各自安好 那其实也没有问题 只是你可能过往 就会基于那种 天哪 他以前帮过我这么多 他以前跟我是 妈鸡妈姐 或者他是我的 兄弟姐妹 他是我的父母 我这样做 是不是太过头了 但他如果真的 已经让你 日子过得很痛苦 过得很不开心的话 甚至你都要去看 什么身心科的话 那就是该断则断 如果你已经是大人的话 你要趁早地 看清这个现实 好啦 今天就是以简单的 十点来聊来关于说 学会讲抱怨 转为精英 成熟大人 才明白的 十个人生现实 你认同哪几项呢 听完这一集 如果觉得 不错 蛮有见地的 或是你觉得 你没有几点 你不认同 都欢迎到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来跟我聊聊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外有信箱 或是你也叫IG 其实你应该 咨询跟我联系 好啦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如果说 他可能对你有一定的 那不是故事吗 是因为